11万年前,地球遭遇了最近的一次冰期 直到1.2万年前才基本回暖 也正是这个时候,人类突然学会了打磨石器 并走进了农耕的新石器时代 在这10万年里,恶劣的气候环境 迫使我们今天这只智人最晚走出非洲 而最早走出去的直立人们 都早已不堪大气环境变化的折磨纷纷灭绝了 那么,地球遇到最近的一次冰期 那么智人又是如何分布成今天这个样子的呢? 我们通常有一些传统的办法来判断迁徙的路线 比如可以分析不同地域的语言 因为每一次语言传播都会发生变化 传的次数越多,变化越大 只要找出其中的变化规律 就能做出时间的判断 不过当遇到像日语或者西班牙巴斯克语的时候 总会让人头疼 如果没有语言 考古学中还可以通过同位速法 来测定迁徙道路上生活的痕迹 目前来看最早一批走出非洲的智人 跨过红海到达阿拉伯半岛 然后一路沿着海岸线前行 终日靠着海鲜生活 接着路过今天伊朗 印度 东南亚 最后进入大洋洲 尽管这一路肯定留下了不少线索 不过由于冰期之后的海平面上升 考古学家们也再难寻觅这些足迹 再有就是对比早期人类头骨和牙齿的相似之处等等 然而这些差异也都难以给出确切的答案 实际上在今天所有人类中 99.9%的DNA都是相同的 我们和黑猩猩相比 也只相差1.5%左右 哪怕是看似和我们完全不相干的物种 也都不会有太大差距 因为地球上的生物本就是起源于同一个DNA 于是从这个角度 分子人类学的发展 给出了目前最好的答案 由于男性歪染色体DNA只通过父系遗传 而女性线粒体DNA只通过母系遗传 那么只要通过DNA单倍群链上的数据 就可以不停地向前追溯 结果我们惊讶地发现 20万年前一名女性的每一代遗传 都有女孩出生 而其他女性的线粒体DNA 则因为生育男孩而停止 这也就意味着 如今所有女性都是这名线粒体夏娃的后代 同样的道理 如今所有男性也都拥有着同一名父系祖先 即十万年前的歪染色体亚当 所以在这样的遗传过程中 我们就可以利用基因突变来找出人类迁徙的路线 就好比最开始的一本书 在被不同的人一遍遍抄写下去 一旦有谁把字抄错 就相当于一次基因突变 那下一个抄写的人就会延续这个错误 并且和后面新出现的错误一起被遗传下去 所以今天我们只要比对一下那些不同的抄写版本 就能搞清楚整个抄本的历史源头 不同地域人类的DNA就是这些抄本 前面的语言传播过程也类似同样的道理 如果从男性Y染色体DNA来看 又被分为从A到T的类型 其中最早的A和B 只是在非洲内陆挣扎了一下 并没有真的闯出去 直到大约7万年前C的出现 也就是后来以海鲜冲击的那只质人 他们到达亚洲后又分兵两路 一路北上到达了蒙古 另一路继续沿着海边 在大约5-6万年前到达了印尼 这时冰河时代的温度还在不停下降 海水也在持续地蒸发并沉积成冰雪 整个海平面比如今低了80米 所以今天平均深度只有几十米的托雷斯海峡 便是当时一座连接亚澳两个大路架的陆桥 就这样南下的C型之人 跨过陆桥最终到达了澳洲大陆 而且再也没有回头 加上大约6000年前 海平面稳定成了今天的样子 淹没了陆桥 更是让他们与世隔绝 这批人类便是今天澳洲土著的祖先 实际上他们作为制人出走非洲的先头部队 最初的表现非常优异 目前世界上已知最早的打磨工具 油饼石器以及研画等都出自澳大利亚 而且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 他们也拥有着自己的巨石镇 1939年在新南威尔士州 发现了一个大约1万年前的建筑遗址 据说上面还有非常复杂的符号组合 从当时记载的排列形状来看 与天文观察有着密切关系 所以难说连世界上第一个天文学家也诞生在这里 然而不幸的是 1940年一场矛盾争夺 实际是正损坏殆尽 其地址也被永久保密 至今下落不明 按理说拥有这么漂亮的开局 最早走向文明之路也应该是顺理成章的 但恰恰相反的是 经过几万年的发展 这里竟然没有任何的文明特征 没有农业也没有畜牧业 尽管拥有着世界上最丰富的铁矿和铝矿 却没有发明金属工具 更没有文字甚至看不到弓箭 一切如同时间被凝固 没有一点点改变 这当然不会是人种的区别 早先的领先优势足以推翻这种偏见 但这又是为什么呢 如果试者把枪炮细菌与钢铁 容索为一句话来解释这个问题 那也许就是从知人走出非洲的那一天起 在每一条分岔道路上的选择 都几乎注定了今天各个地域人类的命运 或者说是这群南下的C型祖先们 一不小心走进了这个世界上 土地最平级 动物最难驯化 气候也最变化无常的大陆 无论他们曾经如何优秀 终究难成大气 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片大陆呢